244 臺灣《蘋果日報》 肺炎致死率被低估連球菌疫苗剛風險 2015年7月26日週日健康 A15蘇一豐之心偽人林美照日前經全因急性肺炎緊急住院 且入住家戶病房一度發出病危通知 許多民眾都有移民或實際遇到親戚朋友因肺炎住院 甚至插管住進家戶病房的經驗 也有不少年長者因肺炎突然過世 致病原恐達數百種根據醫學研究資料顯示 肺炎是全球造成最多死亡的院內感染疾病 但在國人十大死因中緊排第五名 主要是肺炎的致死略在國內長期被低估 一名患者如果有癌症因肺炎感染住院死亡 在死亡原因上常被歸類為死於癌症 事實上在癌症 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洗腎等慢性疾病 肺炎是最上見的致命死因之一 如果納入者患者重新計算後 肺炎會是十大死因頭號殺手 肺炎死亡率高 主要逝致病原多樣化 包含細菌 病毒 梅漿菌 流行性感冒 肺結核菌 微菌等 數百種微生物都可能逝致病原 且肺炎疾病本身不易獲得正確的檢體 臨床上有一半的肺炎患者 最後都無法確定感染的微生物 所以肺炎治療上非常養賴臨床醫師的經驗與技術 高危險群更應接種目前在醫學上 建議施打肺炎連球菌疫苗或流感疫苗 無論是23架肺炎連球菌多糖體疫苗 或新一代13架結合型肺炎連球菌疫苗 都可以減少嚴重肺炎的發生 主要需要施打的對象包括老年人、幼兒 以及本身有肺部疾病、氣喘、慢性阻止害性肺病 免疫功能不存等患者、靈癌症、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長期臥症或器官移植後免疫不存的患者 都是肺炎的高危險群、預防性於治療 希望大家都能正視肺炎的嚴重性 做好健康管理與防護 更多健康資訊請見蘇一豐醫師健康部落格 H.T.T.P. 母號相斜線 T.V.G.H. 下滑線消肥.BlaExport.T.W. 斜線作者台北榮總空康部醫師蘇一豐 T.V.G.H. T.V.G.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